天气比较好 我们订了去山里的一个比较高级的球场 上次是在家附近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球场 今天要去的呢 路程比较远 所以趁这个机会 在车里反正也没什么事 就聊一聊这个关于高尔夫球的方方面面吧 已经开了不少时间了 今天的球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 还有多远啊 已经快到了 你可以看这已经快到这个旅游的地方了 那个刚才已经开过去好几个二位 也就是房车 球场呢是在国家公园的旁边 应该来说它不在公家公园里面 因为国家公园里面不让建这个任何商业的东西 所以它是在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边上一点 实际上里面初期看到那个山头就已经是国家公园里面了 上次视频有朋友问 说是高尔夫球是贵族运动 你觉得是吗 应该是不是吧 当然你要说是看以哪个国家来说 我们先说美国 美国就不是 因为高尔夫球在这非常普遍 普遍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大概美国是3000万人打高尔夫球 所以它当然就非常普遍 一个城市都是很多球场 那么球场的数量来说 据说呢是全世界的球场一半在美国 所以在美国就不应该算是贵族运动 因为打球人多 那么再加上这个球场也多 那个价钱嘛 这个还相对来讲比较便宜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打呢 不是都喜欢打橄榄球吗 实际上美国人看球看的挺多的 就是篮球棒球橄榄球 现场去看的实际上是橄榄球看的人最多 然后中国人就认为好像是篮球看的多 但是一般来说呢都是电视上看 就是NBA的那个比赛 但实际上按照看球人的话 高尔夫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赛车和高尔夫都是排在前面 但是呢这个真正动手打的球 就是说人人参与不是光是看 因为看那么这个是一回事 真正参与的话应该是高尔夫应该是排第一的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高尔夫球运动 它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吗 那么高尔夫球运动呢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是全家可以上阵 男女老少都可以在一起打 也意思是说呢你这个水平不一样的人可以在一起打球 一般来说上一次说了一般来说合在一起打 一般来说合在一起打一般是四个人吧 或者两个人 那么水平不一样的人他可以在一起打 很多球类呢是不太好打的 我想象里面呢就是说 羽毛球是可以好的跟差的组在一起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配一个差的 假如对方也是一好一差 这样的话差的就放在前场 那么这个好的就负责这个守着后场 那么这个呢他就可以一起打 但是高尔夫球的话呢因为他发球的地方 可以有四个发球台或者五个发球台 那么水平差的或者是女的呢 或者是老年人 那么65岁70岁的或者是80岁的 那么他是可以在最前面那个发球台 那么专业人士呢他是在最远的发球台 所以呢你这样一组里面四个人 你就可以一起打了 意思也就是说你可以父子两个人去打 或者母子两个人去打 那么这个取决于你的水平 你的水平高 那你就在那个远的发球台去打 那么发球 那么水平低你可以在前面去打 所以呢这个专业比赛也有女的去参加男的比赛 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总可以记住自己打的最好的 那个球动或者那一竿 因为呢都有毛巧的时候 也可能那个你就记住了 那一天你就打了一个好球 然后呢记了好多天 那高兴好多天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可能会感觉呢是这个 可能比这个球星打得还好 因为球星也有打臭球的时候 因为球星打球的时候 那什么这个他也在那个场地 你比如你 你要下次到那去打 说不定啊那什么这个 你可能比他还打得好 去年呢这个大师赛的时候 西班牙的一个选手 他实际上是 这个叫什么 前年得了冠军 他实际上是要保冠军 但最后呢失误了 那一个球动 他这个打了13干才进去 标准干应该好像是5干吧 他打了13干 那换个一般人就说 我我去打 肯定肯定也不用13干 我可能就是6干7干 那么那么当然就说 这个上届的冠军 都都打成这样 那么第四个呢 是球场没有重复的 而且都是在好的环境 所以你即使在那儿散散步 也挺高兴的 这就为什么这个高夫球 赏去悦目 大家都喜欢打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美国的单位 公司啊 组织活动 户外活动里面 体育里面 一般都是组的 这个高夫球的比较多 这是比较普遍的 所以你要不会打 你这个公司活动 都参与不了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很方便 你一个人也可以打 自己打自己的就是了 那么你也可以 跟别人组队一起打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有些地方球场呢 这个打的人多 他会给你临时组队 你自己想自己打都可能不行 那么有可能 他这个球场就安排组在一起 跟不认识的人 那么这个呢 就有好处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见到不同的这个球友 这个见到不同的这个陌生人 你要是喜欢聊天 这就是很好的机会 因为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见到很多很多 真正的这个美国人 而且是各种背景的 我在亚特兰大打 有一次打球 两个跟一个朋友一起打球 也是被球场那个组队 那么组队的这个 他是一个人 那么等于我们三个人一起打 那个人呢 说来说去 最后呢 是我们同一行业的 他是在不同公司 甚至甚至还聊起来 有共同认识的人 那么他呢 一个人打 当然那什么 这个没人给他喊好 那么这跟我们一起打呢 他竟然得了两个bird 就是打捉了两只小鸟 也就是富翼干 就是捉了一只鸟 他一高兴的 原来是买了一个 九个洞的这个球票 那么这个打完了以后呢 我们是十八个洞了 然后他就问 哎呀 我能不能跟你们再接着打 能不能再加这个九个洞 我们说那当然可以了 所以呢 那个人那天估计就很高兴 因为他最后呢 真正就是打了十八个洞 等等 你这个捉鸟是什么意思 怎么外行也听不懂 捉鸟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球洞呢 都有个标准干 你比如是三杆 这个是标准干 就是你三杆进洞 那么你就是得零 那么你假如是少了一杆 你两杆就进了 那你不就少了一杆吗 那么英文说叫bird 那么中文说就是桌子小脚 你假如三杆洞 你一杆就进去了 那你少了两杆 那么英文就说是eagle 就是意思说 中文说叫抓了只小鹰 那抓小鹰是非常难的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抓到过小鹰 到了球场 他要去打球去了 下一期再继续谈谈这方面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订阅 再见